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观看我的家庭菜园系列影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科学种菜第一步土壤物理性质的改良 酸碱性测量加调节方法,全程知识点绝对干货分享哦 在分享改良内容之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怎样判断土壤的物理性质和简单的改良方法 一般来说就是看和锅捏 这种土看颜色黄白,抓一把半湿的土窝齐放开后完全松散开 就是沙土多,肥力低,保水力差 这样的土要加些黄土和黑土,或是复制土来提高保水力和肥力 这种土颜色红黄,抓起来松开后基本不散开 是黄土,肥力中保水力好,但是透气性差 这样的土要加一些沙土,粒状,露藻土和复制土来改善透气性和提高肥力 这样的土颜色黑黄,窝起来散开后,外围散开,众心团聚 这样的土肥力好,排水性透气性都好 是最适合种植果菜的肥土,顺便说一下 这张图片来源于网络,是黑龙江的肥沃黑土地 说了这么多,回头看看我这块地的土质吧 颜色和手感基本是属于第二种黄土 所以要改善它的排水性,提高它的透气性和肥力 我拉来了市里免费的发酵复制土 网购了北海道的发酵马粪复制土 还买了露藻土和收集来免费的米糠 露藻土是日本北部地区栗木县露藻市出产的一种青石 用在园艺上有提高透气性和排水性的作用 酸碱度在5.5到6左右,偏酸性 我还要特别介绍一下米糠 它是作为土壤里的微生物的饲料来混合的 土壤里的微生物在分解米糠的生理过程中 会产生一种类似于浆糊的东西 它会提高土壤的团类性和肥力 先把翻好的土给挖成方形豆腐块 然后把改良用途撒在上面 用铁锹全体翻一遍 顺便把大的土壳给敲碎 找一下整体和局部的水平 这块地的物理性质改良今年就这样完成了 下一步要准一下不合适的土壤酸碱值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土壤酸碱值表会发现 适合作物生长的数值应该是在6到7.5之间 这张图片更宝贵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拍下来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我们常中的蔬菜中 根净菜类洗偏酸性土壤 叶菜类则洗中性土壤 瓜果菜类洗偏碱性土壤 我要种的基本是叶菜类和瓜果菜类 所以理想的土壤酸碱度是6.0到7.0之间 而我这块地呢 先前长了很多三棱草 测浅草等喜欢酸性土壤的植物 加上我混入了酸性的露藻土 土壤性质应该是偏酸性的 好了下面就来测验一下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测量土壤酸碱度时使用的东西 这是网购的酸碱度测定液 虽然使用起来不如直接擦进土壤的酸碱度测试器那么简单 但是它很便宜 而且测量值比较准确一些 干净的液体凉杯 用来做土壤的吸湿液 对还有蒸馏水 几个洗净剪开的饮料瓶底部 用来过滤吸湿液 搅拌吸湿液用的一次性筷子 用来过滤吸湿液的厨房纸巾 先去菜地不同位置 挖一点土 挖10公分左右深 取一点点就够了 装到凉杯里给它弄平 看看刻度大约在60毫升左右 加入两倍的蒸馏水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样吸湿液就做好了 我等不及它们慢慢进化成透明提取液 然后用厨房纸巾来做了过滤 因为要过滤几遍 所以刚才准备的饮料瓶的底部 就派上用场了 在这里呢 不过我要劝大家一下 反复过滤好几次 终于才能提取到2.5毫升 这里我劝大家 如果你要测试的话 最好不要像我一样性筷子 用这种麻烦的过滤方法 提前几天 把混合液做好 放在那里 等它净化就好了 滴入3D测试液 盖上盖子 摇匀 看到它变色了 究竟酸碱度是多少呢 跟酸碱度值色卡对照一下 看这颜色 酸碱度应该在5.5到6.0之间 如果先前判断的一样 是酸性土壤 看着这张表 看来我要把碱性 给提高1度左右才行 提高碱性要用到石灰 给大家介绍一下 常用的几种石灰 内容可能会枯燥 但是都是知识点呀 期末考试要考的呀 做好了做好了 开始了 这是苦土石灰 中文叫甲酸石灰 碱性在53%以上 提高一度碱性 石油量是每平米200到300克 苦土就是美 它在补充盖子的同时 也能补充美质 盖子使植物根系发达 质感强壮 美质能促进对灵的吸收 激活植物体力较速 促进植物生长发育 苦土石灰有粉状和颗粒状 它不会伤根系 但是剑效慢 在栽种前10天左右撒到地理 颗粒状更有利于改善土壤的透气性 但剑效比粉状更慢些 所以在栽种前20天左右撒到地理 这种是有机石灰 动物性石灰 例如贝壳粉 减含量40%到45% 提高一度碱性 使用量是每平米2004到360克 不伤根系 剑效慢 但效果持续时间长 栽种前任何时间撒到地理都可以 以上两种苦土石灰和有机石灰 是家庭菜园最常用的石灰 还有两种不常用的生石灰和熟石灰 碱性在60度以上 提高一度碱性 使用量是每平米150到200克 使用不当会伤到根系哦 特别是生石灰 浴水会发热 要密封保存等 使用起来很麻烦 我就补细致介绍了 石灰就讲这些声明以下 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和书籍 如有指正和补充 请在下面留言 好了 下个休息 订阅和点赞的朋友的菜园一定会大丰收的 哎呦妈呀 刚才是拍皮姜和李老师 李永乐老师上次 哦不对 这两位还健在呢 哎呀 反正是达到了东石笑皮的目的了 再回到我的菜地吧 我使用的是这种颗粒状酷毒石灰 要提高一度碱性的话 每平米使用200克到300克 我就折中使用一个吉利数字250克吧 好了 我拿算盘算一下哈 菜地面积长6平宽4平面积24平 石灰使用量250克面积246 啊6千克呀 好吧 我承认我不会罢了算盘 石灰撑好了 把它给均匀的撒到底 用铁鲜翻10公分左右深 把石灰拌进土里 撒石灰和翻地灰神很大 建议像我这样戴口罩干农活 虽然口罩现在很金贵 但是来年种菜的时候 估计情况就好了呀 石灰拌好了 静等20天后再测 看效果 说书的嘴 唱习的腿 编示屏的会倒轨 20天说到就到 同前次一样 提取到净化液 2.5毫升 滴入3D测试液 1 2 3 把它摇匀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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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居然会莫名的紧张呢 上心下心呢 将这这将 色卡对比结果酸减值在6.0到6.5之间 哦 比原先确实是提高了接近一度的减性 但是感觉还不到位 也许是菜地的土壤粘性土成分太多 见效更慢些吧 到此土壤 物理性质的改良和酸减值的测量与调节基本结束 这个视频有些长看到这里的都是真爱 真的从心里感谢 下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用画面远处的红砖里菜园围子的影片 再次声明一下我只是把自我留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给您带去帮助和启发 欢迎留言交流菜园种植和DIY经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点个赞 想收看更多的影片请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期待下期影片与你相遇 谢谢观看再见